一直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 就是赖清德 他说要训练40万名利 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 主要是他成立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他说是行动的委员会 落实在基层 扎根在林里 务必要走向地方 进行无剧本 小规模的各项演练 防卫任性在哪 演练就去哪 希望能够提升四大任性 里面讲了好多 什么三点建构 五大主轴 全社会防卫 什么全社会防卫 就全民接兵了 全民大作战了不是吗 兵哥 40万名兵 这什么概念 谁要去 我们都要去 很多人都想说 他把什么公务员 把这些东西全部凑起来 每个都要训练 现在是干嘛要开战了吗 放心 他在骗美国人而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把公务人员 这些东西全部都算进去 公务人员是有什么 美国时间可以训练 你告诉我 刘四方说 警销 易警销 还有民间团队 好 易警销 请问一下 他们现在是满边了吗 每一个地方都缺额 缺额 他们自己每天光例行的 routine的事情都忙不过来 请问一下他什么时间 安排去训练 你告诉我 所以都不可能训练啊 哪可能啊 所以这就是胡说八道 都骗人了嘛 只是 我跟你讲 他只是把人数凑一凑 交给美国人告诉他 你看我们台湾有这么多人 都是后备军人 这边到时候 暂时都可以发挥作用 胡说八道的东西啊 其实他们上那个课 有人去上 我有朋友去上过 你知道 结果我听说上到一半 那个老师讲得比较认真 然后那个主管的人 就跟他讲说 不用这么认真啊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天啊 讲20分钟左右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开杠聊天啊 打发时间混日子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不是你想想看嘛 怎么可能嘛 我跟大家讲 我自己被点招的时候 我们回到部队里头去 结果呢 结果那个班长啊 因为我们是要 他要教我们架工兵桥嘛 贝利桥嘛 结果我们大概听听听听 听到整个班 他几乎都睡着了 然后结果 结果那个班长 就讲到一半就说 算了啦 中华民国打造你们也亡国二啦 就不教了 就休息了 就这样子而已啊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 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东西啦 你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战力 你哪有时间去训练 谁来经费谁当教官 都没有啊 全部都没有啊 你随便把数字抽一抽 就告诉我40万人力 你胡扯你骗谁啦 所以这个没有用的啦 我跟你讲大家也不用担心啦 他也不敢真的这样做 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真的 按照瑞士 按照以色列这样子 我们就开始全民编阻 然后大家定期受训 甚至你知道人家瑞士 虽然他是中立 以前啦 现在瑞士不是中立国 以前他中立国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每年固定时间喔 你就是大家就要去受训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家 以前有保管枪了喔 那请问一下台湾能做这样吗 你敢做到这样吗 做不到 所以根本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 大家不用担心啦 而且说真的 这个也形成不了任何战力 这是绝不会发生的 怎么可能嘛 我跟你讲 黑熊学院那些家伙 他搞了个半天 你以为他在干嘛 叫大家种菜喔 对啊 对啊 你有没有看过 上次我记得新闻有播过 他们有什么 如果万一那个敌人来了 你们要什么救护闪避动作 就是一堆人在那边玩躲猫猫一下 然后跑过来一下跑过去 就这样而已啊 那他这个会委托给黑熊学院弄啊 有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 齐凯你们现在要去查 当然 你们现在到底 虽然有没有调查权 我也不知道 没有 没有调查前 我们至少还是想办法尽量去调查 我给大家去查 交代看一下怎么要查 因为这很明显是图利啊 图利特定厂商就黑熊学院 因为我一直在怀疑 曹新成的30亿没有捐出来 他是不是准备赚30亿 昨天他那场会议没有去 是啊 曹董昨天那场会议没来 对啊 他要避嫌嘛 赖清德找他去开胃他没有去 对啊 他要避嫌吧 还是 还是因为赖清德没有职牙办 他不爽 我就不知道 对 因为这个看起来这中间是有很多商机的 对 对啊 什么任性防卫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那天不是 他那天在讲和平协议的时候 不是把长老教会都组织起来了吗 对啊 所以这到底在干嘛 看起来好像真的台湾准备全民皆兵 实际上不是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好的生意啊 对啊 接下来很多生意就应运而生了 大家想做生意的人赶快去 好那这个刘世芳内政部长 他也有在讲说什么 过去说宫庙里囤弹药 他说宫庙是香火不会放军火 那他被问到说那40万的名利来源呢 他说就是一锦一销民间团体 着重在灾防救和治安维护两个部分 然后还有他说 之前国防部提到宫庙活动中心来储存弹药 未来会不会推动 他说这个是典型的认知作战假讯息 在宫庙里面是点香火 不会放军火 那刚刚兵哥是说放心啦 放心啦 不会啦 不会真的做啦 什么40万名兵 那可是赖清德 刘世芳有跟上进度吗 哎哟 他真的他否认啊 他没有跟上这个新闻 这不是很明确 这是公庙里面不是就一家 收到公文 好几个公庙接到国防部的公文 而且连这个什么时候送过 他从台中对不对 炮弹是从台中送过来 这上面都有写 所以我们还骂说你这个是军事机密 你怎么可以不 所以我们的内政部长没有跟上 国防部的这个进度了 另外我提醒大家一下 上次我接到 当然是假戏啦 不过就有点在演戏或者做生意啦 可是有些人来投诉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政府在做那个整个远信的时候 真正已经是扰民了 例如说医院有某些医院来投诉 他们那个地下地下室都被要求 例如说本来地下室他们只能 例如说可能放20床的 他们说叫他都要增加到30跟40 就为什么 他们说战争可能随时会来 问题是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10个床位 那你要增加多少人 那个发电机那些全部都都有影响 我本来只能够付20 20个床的这个整个发电量对不对 你要变成30 40 你要整个发电机什么东西都要重来 政府现在就说一方面就说 跟大家讲就是要有40万的民兵 然后一方面在整个在消防演习的时候 或者这个什么作战演习的时候 预演的这个时候 他真的都已经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很多民众都是非常负担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他还说发给那个什么EV 发给手枪 所以他现在是真的是在演戏吗 如果演戏演的会不会太投入了 已经变成是扰民了 这对整个台湾来讲 现在台湾要的是什么 不是引战吧 应该是必战吧 就你看所有的步骤 每一个在讲40万什么 公庙里面放炮弹 发给你手枪 这不是都是引战吗 那你包括连你一个演习 都让一般的民众 医院或者很多民众觉得说 你好像是看起来 不是假戏真正 还是真的已经紧急到这样子 那这消息一直在传 那国外要进来投资人会不会受影响 你这个外资如果要进来 你就觉得地研政治在台湾本来已经 台湾因为很多人看到台湾 这个地研政治的这个危险性 本来很多人已经不应该进来了 你每次有假戏真正 你自己以为说你演戏别人不在意 演到后来 连国外的这个重要的投资都缺步了 这对台湾是多大伤害 对 那秦海哥因为呢 如果说真的有这笔预算的话 要不要干脆直接用来改善 我们的这个国军弟兄的基本装备 因为来看看 不用再等美国送给我们那个 对 1982人的那个 对啊 之前就有义务兵家这个什么 要下基地结果缺装备 这种新闻我们也看了很多嘛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 对不对 把这个预算花在这上面啊 对啊 用在对的地方嘛 现在就一方面美国给我们的 某些武器我们也不见得是要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该有的都没有 你刚讲这个是装备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现在因为待遇也不够好 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们连那个基本的那个该有的 就是说武器进来 如果说买了很多 或者是到时候有武器进来 没有关也没有兵 特别在非关的这一块缺了太多了 对 你把钱用在对的地方才有可能 对 其实这个40万这件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其实在两头骗 他骗的部分呢是 你看赖清德讲的这两句话 你不会觉得他中间有矛盾吗 他不是讲说民兵 他用的是民力 那为什么他要用民力 他用民力来骗台湾民众 那后面又说呢 要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 所以拿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 拿去骗美国人 所以他两头骗 那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不是民兵 不是民兵 是民力是民力 可是我相信他一定讲得很心虚 因为他后面自己讲说 要支援军事行动 可是我相信他去骗美国 他也骗得非常的心虚 因为他说虽然要支援军事行动 但是那些军事训练 他不会扎实的做 所以这里面的两头骗 其实是让台湾呢 处于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状况 好 台湾要安全理论上是两件事情 要同时做 一边备战一边避战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做法是 只有备战跟引战 所以那再次问题 你的备战做得扎实吗 没有 你的备战做得不扎实的地方 就从今年8月的时候 那个新闻非常的有意思 他其实是四位营长 然后联名的 然后去跟立法委员投诉 应该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去投诉说 你什么装备也没有给我们 然后同时我们这边的士官 士官兵的这些援额也没有补足 在人不够 装备不够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我们训练新兵 然后新兵的量这么大 我训练不及格 他们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训练不及格的话 他们是要被寄过的 所以他们压力大到一个不行之后 只好去跟立法委员请愿 这件事情其实在军中是一件 很罕见的状况 因为任何人如果跑去 跟立法委员请愿这件事情 也就代表你未来的军事前途 大概差不多了 不会大概攻击 嘉奖各方面 其实都不太会有了 可是对他们来讲说 压力大到一个不行 只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台湾现在处于一个 最糟的骗局当中 就是我们表面上有备战 但事实上你看那个备战 190亿美元跟美国已经付出去的钱 对 我们到现在没有拿到武器 对 都延宕延宕再延宕 本来是去年9月就应该要到 第一批的F-16V 到今年的9月现在什么都没有 说希望12月底可以看到 但是问官员说 有没有信心可以拿得到 他说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好所以你的190亿美元 是已经付出去的 你也不敢跟美国老大哥说一声说 你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延后付款 或你这里面有没有违约 都不敢讲 另外一边没有避战 所以所有的谈判通通都不准 所有的交流 其实基本上采取的态度 都是一种敌对的态度 虽然表面上你看海基会 或者是陆委会说 我们欢迎交流了 如何如何的 可是你知道我其实已经接到太多的投诉 所有要到台湾来做考察的 都做一连串的调查 然后接着告诉你说 这个不合格 那个不合格 到最后弄得两岸之间的交流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障碍 而且就不断的戳对方的眼睛 这种不断戳对方眼睛的做法 这是赖清德现在最擅长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是高度怀疑 我不知道赖清德他知不知道 军事上面的现况 但我高度怀疑的是 他代表的是有一批的台独支持者 他们其实现在是非常焦虑的 因为他们认为时间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因为时间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如果他们不赶快的引战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让美国卷入这一场台海战争 所以他们积极要引战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 我们积极引战 但是我们没有扎实的做备战 也根本不可能去避战 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而且赖清德他是不是前几天才说 绝对不会签这个和平协议 然后到现在说要顺利40万民兵 是不是他其实已经一直在铺陈 其实也是想到2028 他还是要继续贩卖芒果干 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 我这边先稍微提远一点的 因为你要知道前天 中国大陆他不是试射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吗 那台湾气扑扑 然后一直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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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没有注意到美国是称赞的吗 美国称赞中国大陆这一次试射 洲际弹道飞弹是完全的透明化 中美之间现在知道 就对美国来讲知道说 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在台湾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全力做的 其实跟内塔亚湖做的其实没什么太大两样 就是怎么样把美国卷进来 作为最高的作战原则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达人的我特别推荐大家 这一支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棗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